大家好,在上一章的最后,我们介绍了可以使用converse的一些内在的函数,比如说it's point in path来进行一定的交互处理 但是具体到交互的UI对象,比如说button啊或者是slider啊 这一类的UI空件,事实上我们仍然可以使用html自带的UI空件注入A标签一类的 那么在这一小节呢,我就给大家讲述一个例子 看看如何综合的利用html的其他空件与converse进行交互 对于这个不断的滚动小球的例子,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了 那么在这里头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加入了一个控制的面板 这个控制的面板呢,主要有两个功能 其中一个按钮停止运动,点击后,画面中的小球将停止运动 点击开始运动以后,画面中的小球将继续运动 其次在这里头有黑白两个颜色的按钮 那么点击它们呢,可以控制整个屏幕的背景颜色 变成黑色或者变成白色 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学习了这一小节以后,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创造 自己的需求,创建更多的功能空件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样的一个控制面板是怎样实现的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程序的HTML部分比之前稍微复杂了一些 其实主要为了实现这个控制面板,我新增加了一个DIV 同时为了保证这个DIV,我管它的ID叫做Controller 在整个画面上正确的进行布局 我在Converse和这个Controller的DIV的外面又新增了一层DIV 我管它叫做ConverseDripper 大家之前看见的蓝色的控制面板悬浮在Converse上的效果 实际上就是Controller进行绝对布局后的结果 那么相应的这部分内容呢,大家可以想象 其实就是写在CSS中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一头的CSS 我们把重点放在 首先ConverseDripper,它的position要赋予一个relative 也就是相对的布局 其次Controller,它的position赋的是absolute 同时指明它的top值和left值 这样一来,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Controller就悬浮在了Converse的上面 当然为了让它不完全的遮挡 Converse画布上的内容 它的background color我给复制成RGBA 给了一个0.7的不透明的颜色 对于这一节的内容呢 我们主要介绍的不是CSS的内容 所以我只剪出这一部分布局相关的代码 进行详细的介绍 那么其他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下载原码进行阅读 并不复杂 只是为了实现我需要表现的这个控制面板 它的显示效果 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两件事情 首先Converse我们不能把它将一个DIV来用 也就是说在Converse中间显示的其他的HTML代码的空件 不能放在Converse中间 那么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Converse中间所放的代码是指当Converse不能被正确的显示的时候 也就是当前的浏览器并不兼容Converse这一标签的时候所显示的内容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为了在Converse中显示一个控制面板 我把这个相应的DIV放在了Converse的下面 并且使用绝对定位 在画面上将它置于Converse之上 那么其次第二点的是 大家要注意Converse本身不是透明的 它默认的背景色是白颜色的 这也意味着如果一个DIV的标签出现在Converse之前 那么即使我们将它进行了绝对定位 有可能被Converse遮挡住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要出现在Converse上面的DIV放在Converse之后 当然了 对CSS比较了解的同学也知道 我们也可以靠Zindex这样一个属性来调整不同的DIV 它们在Z轴的方向 也就是垂直方向的一个先后顺序 讲到这里 我就已经把这一节的重点讲完了 那么就是如何在Converse中 同样的使用一个HTML相关的标签 当然了 对于具体功能的实现 相信对JS比较熟悉的同学会觉得非常的简单 那么下面呢 我们快速的过一下 这个代码在绘制方面的改动不大 添加了这样三个AE标签 主要改动的呢 是两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当前的画面中的小球是否运动 我们设立了一个叫做It's Moving 这么一个波尔形变量来控制 另外一个呢 就是整个画面的背景色 我们设置了一个叫做Theme Color 这样一个变量来控制 默认是一个字符串 White白色 那么下面在Unload的函数中 整个小球的出水化以及绘制的过程呢 和之前是一致的 在这里呢 关于我们这两个变量的用处呢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在SetInterval这个函数中 Update这个函数要判断一下 当前是否出于It's Moving这样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当前It's Moving为处 也就是我们希望小球运动的时候才进行Update 那么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Update这个函数主要就是将小球的位置进行移动 同时计算小球新的位置的坐标 如果It's Moving为Force 那么不Update 不停的进行Draw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 Converse画布中的内容是不变化的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Theme Color 那么Theme Color在Draw这个函数中使用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Theme Color为Black的话 那么我会将CXT的Fill Style设成Black 同时对整个Converse画布进行一次Fill React的操作 以保证在绘制小球前 Converse画布变成黑色 那么Theme Color是White的时候 就不会进入这个if语句 那么Converse画布默认就是一个白颜色 也就是说绘制出的背景颜色呢 就是白颜色 那么我们讲明白了这两个新的变量的作用 我们就可以看看具体的事件加载 其实非常容易 大家可以看到 在SetInterval后 我加入了三次事件的加载 那么首先呢 是对ConverseButton ConverseButton是那个停止运动 开始运动这样一个按钮 把它的OnClick 附成这样的一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中 我会判断一下当前的It's Moving 如果是为True 那么射成Force 如果为Force 射成True 除此之外 按钮中显示的文字 也会进行相应的变化 非常的简单 这样一来 我们的开始运动 停止运动 这个按钮就可以工作了 其次呢 是置换背景颜色 这个按钮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也非常简单 使用GetElementById 拿到这两个按钮之后 对它们的OnClick函数进行复制 那么在这个函数里头 只需要简单的把ThemeColor 附上相应的值就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容易 那么相信大家学会了 如何使用通常的HTML的标签 和Converse进行交互以后 大家就能运用之前学习过的诸多的知识 和Converse一起创造出更加有创造性的应用程序来 大家不妨试着拓展这个应用程序 也不妨开始尝试创造属于自己的Web App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 好